那我们刚才聊了我们 业务底层背后的这些思考 我们呢 再一起回顾一下 全运兴趣电商 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 它是怎么走过来的 其实呢 我们从一开始就发现了啊 我们是和别人很不一样的 最早期呢 用户都会来刷抖音 那个本身已经说明了 抖音是有价值的 我们抖音电商呢 实际上是沿着抖音的 抖音的价值基础 把它做深做宽 这个背后呢 其实呢 也代表了抖音价值 它也在发生了变化 用户的需求 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几年前用户刷抖音 可能是一个纯娱乐需求 但是现在用户刷抖音 它已经对抖音 寄予了更多的预期和目标 抖音内部呢 把这个过程呢 有一句比较经练的总结啊 叫做我们要实现 从有趣到有用 这是抖音本身的一个 业务思考的一个转变 那抖音电商呢 其实就是沿着 要把抖音从有趣到有用 这样的一个规划实现的 它是这样诞生出来的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抖音电商这个业务 是沿着用户的需求 我们慢慢的培养了一个 今天大家看到的 这样的生态 那这个生态呢 它里面的角色是比较多的 它包括创作者 也包括商家 也包括用户 我们是基于这个生态 逐步往上建设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 全域兴趣电商的发展 分成三个阶段啊 那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叫它工具探索器 第二个阶段呢 是内容探索器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全域建设器 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阶段啊 大概是17年底 18年初的时候 可能很多用户 都没有注意到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购物车了 但那个时候 我们不能称之为电商 我们当时呢 是把购物车购物袋 当成一个工具 作为两个基础的产品 上到了这个app端里 当时我们想的呢 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还在发展这个 抖音的内容生态 我们需要去激发 我们的创作者创作 背后呢 也需要去思考 它的这个商业模式 商业价值怎么实现 它需要有激励机制 所以呢 我们当时想 如果我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工具 是不是我们的创作者 可以顺便带一带货 是不是可以实现一下 它的这个商业价值 更好的激励它创作 那这个有没有成功呢 可以说 它的挑战是比较大的 它难点在哪里呢 有以下这些难点 首先我们就发现 这个背后是没有生态的 我们的创作者想带货 但是呢 我们的创作者 都不是做电商出身的 他们大部分是不懂货的 他们也没有供应链 他们找不到货 他们更习惯的是 如何去做好内容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达人带货业务 可以说是不温不火 有一些人呢 尝试做了一次 可能挺好的 但是他想再去 继续做的时候 他就发现啊 没有供应链 这个货没有了 没有办法持续的去销售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是内容做得很好 流量也不错 但是压根不知道 应该做什么货 两三年的时间呢 我们一直在探索 到底什么人 适合在我们的平台上带货 比如说我们也找过 有货的人 看看他是不是能做内容 我们也培养过机构 尝试为一些头部的达人 去对接供应链啊 这些我们都都试过 在这个阶段呢 除了这个达人带货 这个尝试 我们还试过 通过付费广告流量的方式 来分发商品 那商家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可以赚取流量利润的差价 在这个过程我们发现 用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商品 往往都不是特别的好 只有那些利润非常高的商品 可以用这个模式跑通 虽然他的业务发展的是比较快的 但是这个模式 它是非常伤害用户体验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这个模式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我们意识到 在抖音卖货 它是有可行性的 这个广告流量带货 它背后是有问题的 我们需要去迭代调优这个模式 把这个抖音带货变成一个事实 所以呢 2020年的6月 我们就正式成立了电商业务部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飞速的迎来了内容爆发期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关键决策 把生态里的各个角色连接在一起 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我们的内容探索期 这个阶段 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决策啊 就是我们要合作头部达人 我们最开始做的大事之一 其实大家今天都知道了 就是我们和老罗的合作 大家好 我是罗仁浩 4月1号晚8点 我会在抖音开始我的直播 卖货生涯 我们为第一次的直播 准备了很多又好又便宜 又兴起特的好东西 特别好 现在就关注我的抖音号 这样有直播的时候会给你发提醒 免得你漏掉好东西 开始直播后 点击我的头像 就可以直接进入直播间 我很看好抖音直播卖货 接下来 能不能做成抖音带货一个 就看咱们有多努力了 然后和老罗的这个合作 一炮打响之后呢 我们就一家一家的 去和头部的达人 明星聊 然后再帮他们一起去对接供应链 把这个链路全部跑通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了很多 从抖音做短视频成长起来的 头部达人 他们都纷纷的入局 开始做直播 比如说广东夫妇 2021年年货节期间 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抖音直播间 单场成交的记录 我们发现呢 虽然头部达人的直播建立起来了 但是大部分商家 在这个时候啊 都把抖音电商当成一门流量生意 商家的供给呢 还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做头部达人带货 它更像是一个达人分销渠道 所以呢 我们当时又做了另一个关键决策 就是我们要坚定的去推进商家做自播 我们在推动商家自播的这个过程里 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困难的啊 它不那么容易 当时呢 很多商家都是一个强观望的态度 因为他们去做自播 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投入 意味着组织架构的变化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决策 但是呢 也有一些好的现象啊 就是还是有一批商家 勇于创新啊 这里有一个案例啊 就是我们本土的服饰品牌太平鸟 他们呢 是最早一批 来跟我们平台一起来做自播探索的商家 他们在20年就开始搭建了他们的自播团队 探索这个自播的拒绝号 那这个品牌呢 它持续去学习这些优秀的案例 去提升它短视频内容的质量 把它的货品做了很好的内容化 它在自播开启之后非常快 五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 阅度GMV78%的提升 那这个案例呢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它让我们知道 商家自播 这是完全可行的 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径 因为只有商家在抖音 做了自播 这个才是真正的 在做电商 做电商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当时呢 我们就发现 直播的转化效率特别高 然后直播电商的天花板也特别高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达人 也有我们的商家自播 那么我们一起把它连接起来 整体把这个直播电商的业务做大 再往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第三阶段 叫做全生态建立 有了达人直播 有了商家自播 我们的生态呢 就逐渐的完善起来了 去年生态大会 我们提出了兴趣电商 以及适配的经营方法论 当时我们提出了FACT 这个四大经营赛道的这么一个思路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很多商家 他同步就做了这个经营布局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Tini Vini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代表 那么他是20年4月 加入了抖音 那个时候呢 他就搭建了 他专属的抖音的团队 他是从12月 开始做的这个商家自播 是我们比较早的 和我们一起探索的商家 他首先搭建了 他的品牌账号矩阵 那就是FACT里的F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意识到 在抖音做好内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他也合作了大量的优质达人 和明星 去增加他内容的丰富度 那也就是FACT里的A和T 他也会定期的 去参加我们平台的IP活动 去撬动有效的流量 那也就是FACT里的C 那么此外呢 他的内容团队 是有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决策权和话语权的 他可以前置的 把他的内容策划 直接覆盖到他的商品 策划和生产的过程中 那么他已经做到了 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 去定制和研发他的产品 而Tini Mini这个品牌 在抖音发展是非常快的 他至今呢 月均GMV都超过1亿啊 那兴趣电商再往后呢 也就是现阶段 那全域兴趣电商这个阶段了 从创作者带货 到广告流量分发商品 再到后来 我们做打播 做商家自播 就特别像是把一个拼图 一块一块的去补权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内容厂 也有中心厂 所以呢 我们在生态大会上 就正式提出了 全域兴趣电商这个概念 那到底什么是全域兴趣电商呢 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定义 全域兴趣电商呢 它是抖音电商 为了满足用户美好生活 多元需求 它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升级 全域兴趣电商呢 它覆盖了用户的全场景 全链路的购物需求 那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演变和趋势 全域兴趣电商 是从兴趣出发 它既包括了兴趣的激发 也包括了兴趣的承接 它既包括了 在内容推荐场景里的货找人 也覆盖了 用户主动场景里的人找货 然后这里呢 我们有一张图 可以去看一下 全域兴趣电商的全景 那我们说短视频 直播 这些内容流 它是用户潜在的 兴趣的激发转化场景 那用户呢 在这里可以深度的种草 高效的成交 那商城搜索 这种主动探索的场景 则是用户已有的兴趣 承接的转化场景 那用户在这里呢 可以找到他们固定的购物路径 那它可以在这里形成习惯 它可以实现一个精准的匹配 和复购的需求 用户的这些各类的电商行为呢 最后都会沉淀到店铺里 它就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个 一站式的最佳的购物体验 那么它也给商家带来了流量 和品牌的沉淀 带来了全面的长效的增长 带来了健康的稳定的生意的结构 所以呢我们说 全域兴趣电商呢 就是抖音电商的全新阶段 那短视频和直播呢 基于个情话推荐 它实现的是货找人 搜索和商城 店铺是人找货 那他们加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说的全域 那做中心厂呢 它是一个特别自然的事情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啊 我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的 我们要把它做好 但比较难的呢 就是它对于我们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刚才说了一些啊 我们本质上的优势 那是建立在 抖音整体这个产品本质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效率巨高的 这样的一个场域上的 但是一旦 我们要去做全域兴趣电商 你就会发现 我们从这个时刻开始 就要去做一些相反的事情 那这对我们自己来说呢 是一个突破 但是呢 我们是特别坚定 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为什么我们非常坚决呢 因为整个做好电商这件事 在我看来 就是两个事 第一个呢 是用户体验要好 用户体验呢 它包括方方面面 它包括它买东西的体验 也包括它收到这件东西的体验 整体的体验都要好 它在你这里要买得高兴 买得爽 它才会在这里一直买 所以关键点呢 用户侧就是 用户体验要好 商家侧呢 则是商家要有利益 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 全域兴趣电商 用户体验 就不会特别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特别的坚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